想到你还有你的余声,你每天都可以去接触这个东西 到最后你就会 就会 天天都接触,常常接触,你就会了 不明白,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 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 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 我再做一遍这个 首先,你弹出来是不是 弹这三个音,是不是听起来抖发说 如果是,就是对了 因为这个Subsport应该是抖发说的音 另外的做法 我从A先做,对不对 A,A是三抖,这个知道了 La,三抖,Mi 然后我先做Subs A,Subs,4 La,这个三音变成诗音 三抖变成Re 然后再把它这样,这样,这样 这更快 这样都要这样 因为 可以 可以这样的Subsport吗 直接下 哈哈哈哈 可以吧 可以吧 书学 不能做书学 对 大家都一起往上走半步 每个人下去半步 可以半步 如果从三音到四音的话 就半个 就半个 对了 那都是什么半 这种 挂四都是生半的 可以这样说 对 对 我挂四都生半个 就是把米音变成发音 就是把米音变成发音 或者说不管它半还是全 反正就是下面一个音 可以这么理解 对不对 没有 下一个剑 下一个剑 是米变成发音 用米变成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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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是说 那刚刚那是生兜 还是变成发音 不能用这个兜 生兜 就是把米变成发音 用米变成发音 对 就是把米变成发音 反正就是下一个音 对 这个是 没有 一开始的时候 A一定是 另一上了 对 就是说 我说 下面低音低 不能用声 一定用下一个音 哦 没关系 这两个是一个 因为它是一个 对 你说一下 这三个声音可以 对不对 这个也行 最后谈这三个音 最后 表达是这样表达 那最后也谈这三个音 这样谈 这样谈 都是现在三个音 但是还是说 大三 小三 增三 减三 多一点 挂 挂和弦 架和弦 你就知道 原理 碰到少一点 碰到的时候 我知道要加 还是代替的 你记 就记这个 把这个 这个原理要记下来 就是 这个常常用 对 常常会用的 弹琴的时候 西奥西定稍微少一点 其他东西 几乎 常常都要用到 还是说我这个炒菜论 你再要炒菜 要用红醋 你没有红醋 你只要白醋 你就用白醋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 七和弦 从开始大三和弦 是 用 用度来表达是什么 大三和弦的度 用度来表达 什么三度 大三度加小三度 对吧 所以这个是大三度 加小三度 对吧 那小三和弦呢 小三度加大三度 小加大三度 小加大三度 用就是这样 OK 小三和弦 就是加个小M 对 加小M 就是C 小M OK 三和弦 三个弦 七和弦 是几个弦 四个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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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说七和弦 因为第一个弦 到第四个弦 是七度 所以一般来说 写七和弦 第一个最简单的 C 7 写下面 或许上面也可以 C7 这个是 中文叫做 鼠气和弦 英文叫做 Dominant 鼠气和弦 它的 公式 用这种度来表达的话 它首先是一个C 大三和弦 加一个小三度 C C的大三和弦 加一个小三度 就是说 你C 它就是多出来 就是 原来这个是 Domiso 对不对 这个Domiso 它就是 Domiso 对不对 C和弦 叫第四个弦 叫第四个弦 小三度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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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江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 大三和弦 再加一个 小三度 叫七和弦 七和弦 属七和弦 或者是简称就是七和弦 如果不讲什么七和弦 就是属七 这个会常用的 非常常用的 四个手指 是不会开的 一类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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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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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转一下吗 不许 转位 如果要转 变成转位 每一个都可以转位 一二一 你拿四个手指头啊 四个手指 是不是叫你们三和弦 用这三个手指吗 小指头 小指头 小指头我不用 小指头 一二 一二三四 只有一个黑件 对吧 对 只有一个黑件 这样 对 所以记得我说 我弹三和弦是用这三个手指 有些人说 这样三个手指 你现在转的比较麻烦 我当初用三和弦 用这三个手指的话 我就有 第四个 第四个就出去了 对 你不管什么和弦 都是这三个 对 终于明白 对啊 我的三和弦都用这三个了 索法拉 瑞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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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瑞 什么都就是三个 然后第七和弦我就用 伸出去 七和弦就是无名指了 呃 无名指不好用 小指比较好 灵活一点 无名指控制不住这个手指 不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就没有这个个人 师母从七岁开始练琴 对 是不是不用拇指和小指去弹黑键 还是说黑键 没有拇指我有的时候 你会弹 对 如果是这种 sharp sharp的这种东西 我是会用 它不是弹那个f sharp 都是用这两个开始 对吧 对 那个是三十二页 三十三页的 对对对 音阶才是 对对对 但是弹和弦的时候 然后有黑的东西 我还是会用 拇指还是可以用的 拇指上黑键 所以说让我们偷懒音 对 拇有偷懒音 对 所以C七和弦就是 第四个音是第三个音的小三度 三个半 小三度 对 所以它叠加 如果要用从度来表达的话 它是什么 什么加什么 什么三度 大三加 再加一小 所以这个大 小 再加一小 小 OK 所有和弦 不管七和弦 九和弦 十一和弦 十三和弦 有没有十五和弦啊 没有十五和弦 那十五和弦就还原到 到原来的 所以所有的不同的和弦 都是叠加 什么三度 加什么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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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去而已 所以为什么要叫一度 就是因为 所有的七 九 十一十三和弦 都是三度的叠加 那就加三度再加三度 加三度 但是加不同的三度 加大三度 加小三度 什么什么 都是三度的叠加 但是后面 九以后 我们都不叫的 因为这个 用不到 九个四才会用到 所以 这个七和弦 是不一定的大三度 加大三度 加大三度 对 对 所以这个 但这个就是大三和弦 就是大三 然后加个小三度 对 好 这个是属七和弦 OK啦 这个formular 记住啦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C 大M 或者C Maj 七 哇 应该是七 大七和弦 这个就是大七和弦 就是Maj7 英文叫做Maj7 它是什么呢 就是Maj7 因为Maj7 一样的 为什么大M 因为以后又写小M 对 所以Core就写 Maj7 中文叫做大七和弦 B文叫做Maj7 它是什么呢 写出来是Domiso C 生 对 没有圣 对 对 这个是小三度,这个是什么度啊? 这是大三度 所以它就是一个C大三和弦再加一个大三度 如果你要写成这种方程式的话 就是大三度加小三度加大三度 这是九页下面 七和弦或数七和弦 如果不讲数七,七和弦就是这个 大七和弦 我还是写在这里 小八三度 小小三度 小八三度 这个OK啦 记住方 还有顾名是有数七,有大七,还有一个小七 所以它就是C,后面看到吗? C小M,或者Cm7 那就是小七和弦或者是min7 它就是小三和弦加一个小三度 它就是小三和弦加一个小三度 它就是 太突破了 太突破了 小七和弦加弦 太突破了 小七和弦加弦 太突破了 小七和弦加弦 可能有小小 intervals 拥过点 我因刻意把它打起来 AL、A、弦加弦 kleinen拥 bottleneck 我们见到A7,我们在除以外,我们不说A7就用A来谈 A7是什么呢?A7是什么和弦?A的什么和弦? 鼠7和弦,那实战一下,A7是怎么拿几个弦呢? 先把A7写出来以后,再加一个小三度,再加哪一个弦呢? 对啦,这就是A7,那是四个音啦 加Soul,还有一个技巧,就是这个Soul是根音的前面一个音 根音的,你可以写成5,6,1,3 根音,就是6,拉是根音嘛,拉前面一个音,一个全音 这样四位就,弹这个也可以啦,弹这个因为转位嘛,等于说是 所以,当你弹是A这个和弦以后,你就把前面一个全音加进去 因为你从这边数,你可能比较数到比较难,尖难一点 你从这个数,拉前面弹个,加个,变成锁 就容易推出来了,但你可以这样弹,这样弹都可以 OK 我们会知道以后,偷懒弹法就弹,用三个手指弹,或者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这个 OK 好,这个再试试看一个,D7 3,3,14,11 4,11 3,13,14 4,11 4,11 5,12,12,15,16 5,12,12,15 第一個那個多不深的嗎? 不深,這個全音 如果你去檢查,用小三度來檢查一下 或是加三個半音來檢查一下也可以 或是用根音往前走一個全音 所以基本上剛才大師兄跟你們講的 我已經把他講的東西都寫在這裡 就等於你的Rule上面又加了一堆的Rule 這個才是Total rule 這結束了 還有啊,前面多一點 後面有幾個不怎麼常用的 什麼小區大和弦,增7和弦,減7和弦 對不對,增減6,當然有增7,減3和弦有減7 另外一個叫小大7和弦 那都很少用,我們就講一講 待會大會講一下 我問一個問題啊 本來C的和弦裡面那個多是應該深的 但是講7和弦就不管它這個 它不見得非得在它的這個和弦裡面的音是嗎? 都是非得在嗎? 對,不在 對,因為你從那個C的那個,它加進去的不在那個C大弦裡面的 對,不在C大弦裡面 不在C大弦裡面 OK,那個不要緊 那不要緊 對,因為總結原理裡面就是這樣,像C的就不是大弦裡面的 OK 那目的就是不在大弦裡面 到這兒以後,到了7和弦這樣 然後就是和弦的就結束了 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但是很多 沒有,我們就不 花椒片,花椒片,黑胡椒,白胡椒 對,你怎麼叫 鍋著呢,辣椒片 墨西哥辣 對,什麼都有 對,清蒸的,白熟的 音樂就是豐富的 沒有止境 師母不說了嗎?用你一輩子的時間來體會它 我們叫到這裡為止了 對,尤其這次 沒完沒了 沒完沒了 這幾個一定要 這三個7和弦要記住 要會用到 後面講的,大尾再講講 增7和弦,減7和弦,小大7和弦 那些就 先把這個先消化一下 對,那個是你的消化 你吃那麼多的消化 對,這組是主要的 最好消化就出來炒個菜 對,出來炒菜 好,我就出來了 我插掉這個了 等一下再炒 等一下 好,OK 我已經發到 49月上面有了 那一個要照嗎? 19月有了 在那個 是 那個跟師母寫的那是一樣的 對 那是一樣的 師母寫的那個更清楚 更加功能 對 就想再念一遍 一記一下 他們好配合 但是 他說這個寫的比較好 這個寫的 他那個是 不是,這個是講話 他那個是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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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講的是師母家做飯 因為他那個調料比較多 我畫的名字叫師 所以廚師也是 牧師廚師 這個真的要 真的是 牧師很會做飯 非常會做飯 因為他是廣東人 廣東人很會吃 廣東人很會吃 很會吃 很會吃 沒有 沒有 每一個和弦都可以轉位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 你在琴上面 可以有多少的變化 只要彈對了音就行了 對 對 你要怎麼樣彈這個四個音 比如說四個手指 不搞用的話 你可以分兩手來彈 OK 只要兩手把這四個音 彈在他的規律裡面 對 對 要彈在他的規律裡面 對 那待會再 今天會講 但現在 我插掉了 要出來你們做這個 師父那個小大七跟小七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 不一樣 完全 沒寫 沒有 路都不一樣 你看 牧師這邊好像小大七還沒講 還沒講 我沒講 我先不講 想講嗎 我講完就轉了 對 又一個方法 小大七 他都寫法 很複雜 C 小M 大M T 都是下面的 他是什麼呢 一個 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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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你跟那個小七合成相比 前面是小上 小上合成 大上 小七 小大七 顧名思義就是小七 加了大上 我剛才錯了一個這個 所以我就再照一次 小七呢 需要有一個 小七呢 需要有一個 對嗎 眼睛看花 牧師你可以再 所以 數七是大三和弦加小三度 對 然後大七是加大三度 對 然後小七呢 小七是小三和弦 小三和弦加小三度 小三度 小三和弦加大和弦 小三和弦加大和弦 小三 小三 小三和弦加大三度 小三和弦加大三度 對 小三和弦加小大 小七就是兩小三 就是小 哦 小老七 哇 是小老七 哇 純屬位基因 小七就是兩個小老七 對 小大七就是 小大 這是大 大 小小大和弦加小三 對 小三和弦加小三 對 小大七和弦 小大七 那順便就把蒸氣和弦點氣和弦數了嗎? 對 蒸氣和弦 蒸氣和弦 就是蒸 蒸三和弦 蒸三和弦 加什麼度啊? 小三度 我都不記得了 小三度都是加小三度 蒸氣和弦 蒸三度就是這個上面寫的 蒸三和弦加小三度 都一生索 蒸就是小三 兩個大三度 蒸就是兩個大三度 這是不同的排列組合 對嘛 蒸三就是大三加大三 對呀 蒸三就是大三加大三 對呀 繞來繞去就是這樣 對呀 蒸三就是大三加大三 不是啦 不是啦 先不講蒸了 蒸錯誤了 蒸樓 後面不是加小三度 我先不講那個的時候 先把剪氣好簡單一點 先把剪氣好簡單一點 剪氣好簡單 這個就好了 這個就好了 這個就是C-D 加小三度 它就是 O-B-S-O 的 B-S-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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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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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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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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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e-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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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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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包容置有錢 煉崇起來是我們的大三十是漫徒 增前面是什麼? domi so 後面 還是7p 所以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小三度了 這是減三度 就是說增七是? 增七的最後原因還是降七 那就是說應該是 增七 那還是小三度啊 它就減三度 減三度 增加一個減三度 減三度但是你不要記這個 所以其實好方法記就是說 所有的 7核子最後原因都是降七 降七 除了兩個以外 除了減七 跟大七 其他的都是 怎麼說這個 後來我錯誤後來我就 就知道錯誤了 所以這個很少見 所以也就是 忽略 但是有一個 增五到 七 三度的話應該就是個普通的 不是啊 這個 增五到這個降七 不是 小三度 不是 小三度 不是 小三度 小三度 不是 小三度 不是 就是那個小三度 三度 所以這已經是從 增五到 增五到 增五 是什麼度啊 不是 小三度 增五 有兩個 到 敗五 最後一個 這個 到這個 一二三 我們就說 就是小三度 你看這個好了 這個 所到將是小三度 如果 如果 小三度 這樣 我們再說 減七 對啊 減七啊沒錯 這是小三度 下一個 下一個 再一個這個就不要了 這個應該是說減三度 所以不要記這個 就算是錯了 你幫他改一下 在什麼地方改啊 誰要把小再講一段 今天也會講 小會再小一點就減 那這邊可能又要這個 這好像是多一個這個吧 這個要多一個 又改 又要改一個了 所以這個我們都 對不起我們也不熟 有一個一百二十七頁 一百二十七頁 一百二十七頁有這個圖 你知道是有什麼圖嗎 OK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所有的很多 古靈精怪的和弦都會 告訴你怎麼去看 OK 這一百二十七頁 最後一頁 最後一張子 OK 你先看第三項 我們看Major 看Major Major它就是大三和弦 三個音 它哪三個音 是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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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大三和弦 那小三和弦呢 那Major在上面那個呢 抖降Major 抖降Major 所以這個就是把這個和弦的位置告訴你 OK 那大三和弦 小三和弦知道了 那我們看看那個七和弦 往下走 中間 7 7 它是什麼 C 一級 降D 看到嗎 OK 所以這個圖就是告訴你 那些和弦的應該要拿幾個音 其實不應該告訴你 因為你考試就拿出來 考試不要看見 稍微 好 筆試的時候不要看見 OK